阿里山上正值櫻花季 山上的櫻花满开 只是这些花近期成了他们的最爱 攀爬在櫻花树上摘下花朵享用 吃得津津有味 整株的大岛櫻花朵就快被吃光 现场有游客觉得 猕猴是不是没东西吃 饿到吃櫻花 专家表示这是自然的行为 在大自然界他们吃的东西 就是以植物的叶子 果实 种子 花 然后像昆虫 鸟蛋 这些他都会吃 所以他吃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不只樱花 台湾猕猴也会吃其他的植物 只是现在刚好阿里山上樱花满开 樱花就成了他们近期的食物 而这几年每道樱花季 就会出现猕猴吃樱花的画面 这次拍下影片的导览老师说 目前身上的台湾猕猴 都只是吃掉樱花 并没有抢食的状况 不过有鉴于先前发生猕猴 抢夺游客面包事件 嘉宜领馆处特别成立了 人猴冲突巡护队 了解猕猴生态习性 必要时进行防治驱离 也请民政不要逗弄猕猴 以免发生人猴冲突 华氏新闻陈建帮邱军平 许富杰嘉宜报道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 orum订阅 gospen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